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经常在场上会出现这样 这什么原因呢 有时候感觉这球太好打了 他就没有太多的去考虑一下子 自己那个动作顺着就出去了 所以这个球就控制不住就出界了 对 很多这个大家看的时候很奇怪 一些特别难的球 经常就回来 对 都打得很漂亮 往往这些偶尔会有这些简单的球会失误 虽然这个比分还是很这个胶着 总体上感觉毕竟韩国这些组合进攻的能力要强一点 嗯 常常他这种好像整个集市的控制 他们还是比较主动一些的感觉 至少他还有一些进攻武器 对 他能攻 能守 嗯 在场上你看他这比较 战术上还是比较清楚 是比较明确 是 宫中他有结合短球 对 嗯 嗯 这还就是 感觉 像板呢 对 16比12到中距以后韩国队队组合开始把队队稍微拉开一点 对 双方就是攻防的转换 这球最后往往就是谁 这类的体能盯不住了 这种半场球已经没有进去杀了 有时候还看有时候队员的心态比较着急一点有时候就造成一下失误了 耐心的话 你看 要打多少拍了 掉了 跳起来 跳起来要输掉了 会合得很累的国家 整个日本队的移动比韩国队要大一点 还是感觉就是等于到最后这几块可能实在是体能上不来了 上这一下就没上到位置 对 打到后面你体力下降的时候 他有时候手上的控球能力也会下降 对 都是一个接发球失误 跟刚才那个几乎是一样 这个是很 就是双达在这种比分相识以后 往往就是跳开的时候 一两个失误马上就就跳开了 对 所以在这个发球发的就要很严谨 对 必须要咬住的时候都得咬牙挺的 对 连攻环几十拍都打不死 结果一发球就发球 一下失误你就丢了 一丢的话分数一跳开就不好打 嗯 而且这种失误的丢分 容易对队员的心理会有影响 对对对对对对对 给对方长信心 自己的心理也会有影响 18比12 这种 破场上杀球很难形成危险 对方也不怕 对 又是又是一番熬战 对 攻环拍数很多 哦 这个就是双方要耐心 嗯 9比12 这两队组合呢 在之前是有过三次交手 呃 腾景瑞希和袁英铃家 还是2比1 这个 胜的要多 呃 最近的一次是 今年的德国黄金大奖赛 呃 当时就是这对日本组合胜 而09年 呃 等于是前年的新加坡超级赛 是吧 是这个何珍和金敏珍赢过 再往前 就是 低级别的比赛 对 因为那时候 日本这一队 呃 李霜的话 当时的水平还 比较低 嗯 这一年多进步还比较快 所以他水平上来 哎呦 哎呦 自己失误 日本的这队组合呢 实际上 他现在看下得分 只能等着对方的 类似这样的失误 对 老师 今天何珍和金敏珍 失误到也 也很少 对很少 在正常的这个接受的范围内 嗯 他们防守也挺好 嗯 韩国队这一队防守 因为你看日本队怎么也杀不死 对 而且他的进攻威胁不够啊 有时候心态也很重要 对 对吧 你看杀球能力比较强 心里面首先 就比较慌了 他一看对方 起球要杀 自己就有点慌 那么你的接球的动作啊 或者出球的感觉就不一样 对 他进攻稍微强一点 他有时候信心也足 对 我就要攻死你 对 对 对 日本队反正也是卡的 就是拉起来给你打 对 他们就是 善意打这种 挑球 防守 反正我估不死你了 准备累死你了 20比14 和珍和金比军还是率先拿到第一局的这个局点 手里有六个局点 日本机会呢就是继续这么磨吧 争取每一分都打多拍 对 看看最后谁的体能扛得住 对 有机会有攻一下 没机会我就防守 对 至少反正让你每赢一分都很难 对 都得有消耗 不然 是 没机会 不然 15 比20 不然 15 因为 5 5 5 1 5 6 再往前 再刹 再刹 嗯 好做 这下还是不够超 半场对这个曾经日记的节度 对 十六 又救了一个局点 还有四个 最后这一份想赢下来也不容易 对 要通过多拍 整体拿到一份 陈金和王正明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陈金21比17 21比11 用时34分钟 好的 终于赢下来 这样 21比16 和珍珍和金敏珍 赢下第一局 那边场地已经打了两场了 那边第二场就是打一局 这两场的时间都长 这个李双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 嗯 估计他打一局的时间 估计他打一局的时间 差不多人家打一场 嗯 你老觉得前面这一局 双方整体的状态怎么样 这一局我看韩国这一队的战术好像还是长上打得比较清楚 比较明确 就是我攻不死你的时候 那我就先拉开你 嗯 挑挑我也让你攻一会 攻一会有机会 我攻的时候我就集中着进攻 嗯 另外一个在攻当中 他的这种调啊或者短啊 就配合还是比较比较好 嗯 虽然前面在11分之前 14分之前双方都差不多 嗯 但是在14分以后这种花继化 对方日本队的一两三个输 一下子把比较跳 一跳开的话 那个韩国队这种信息就控制 嗯 你觉得日本队这队组合能有什么办法呢 因为前面他 其实他就是一个防守 他还挺被动的 嗯 但是他的 他的这种特长也就是我的防守比较强 有机会我也能攻 但我攻的这种能力可能就不是很强 嗯 他就只能通过跟人家打多拍 就是打 对 对 可能这个身体条件啊 包括就就决定了 对 那这样呢 总体上来看就是韩国队的组合呢 因为他的呃 人说的手段多 武器要多一点 他会更主动 更比他们更前面一点 综合能力也强一点 嗯 我们再来看第二局 对 嗯 另一个场地上呢 是南双的比赛 柴标郭振通 对印尼的组合尤里安波和亨德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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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角度的对角 这个对各式比他矮的截施威胁很大 尤其站在后面的这个人